三藩市五條提案將交由市民表決 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 三藩市市民將會面對五條提案 以五條提案涵蓋了修建百年海提 到解決無家學歸者問題的創想 都需要選民作出選擇 其中A提案是三藩市海提地震安全債券 投贊成票的市民將同意 三藩市市願發放4億2500萬的債券 用來修緝Embaccadero防波堤 鞏固抵禦地震的能力 一段海提從魚人碼頭到China Beach海灘 整個範案需要有超過三分之二的選民 投贊成票才可以獲得通過 B提案是一條市憲章修改案 提出對市憲章增加修正條例 要求在2019年5月29日之前 市府需要提出一條新的隱私條例 包括個人私隱的採集和保存等 而施提案已經引起全國關注 施提案目的是增加對無家可歸者 和可負擔房屋的撥款 而這些新撥款就是靠對三藩市市內的大企業 徵收額外營業稅獲得 在三藩市總年收入超過5000萬的企業 將需要交0.175%至0.69%的額外稅金 投入到增加可負擔房屋和精神疾病治療服務等地方 提案建議對大麻行業加稅 一旦通過 從2021年1月1日開始 如果大麻店的總營業額超過50萬 就會徵收2.5%的稅 超過100萬就會徵收5%的稅 這個營業額不包括虐用大麻 不過就將徵稅範圍擴大到 沒有買賣大麻 但是和大麻相關的活動收入 市府預計增加稅金之後 從大麻行業收益的稅 將會從200萬到400萬 升到700萬到1600萬不等 以提案是改變稅款的用途 將1.5%的酒店稅 背入藝術和文化用途 這個提案並不會增加現有8%的酒店稅 預計將會增加1,630萬對藝術機構的撥款 380萬用來支持文化中心 和300萬支持保存社區文化等 天后維持記者梁麗娜報導